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 很多人會上網搜尋各種 醫學、健康相關的資料 但是這些資料不一定全部都是正確的 尤其是在疫情爆發之後 網路上或社群媒體上 更是衝刺著各式各樣的假消息 像是新冠病毒會在喉嚨停留5天 所以要用鹽水漱口可以預防感染 這樣子的錯誤資訊層出不窮 一夜草的白跑手札在兩年前創立 就是為了提供大眾、簡單 而且經過查證的醫學知識 這些知識可以讓民眾 更了解自己的身體健康 達到預防、勝於治療的精神 目前為止已經累積超過6萬人以上追蹤 發布超過300篇以上的懶人包衛教 觀看的次數更是超過百萬 但是在製作懶人包圖文的過程中 會遇到許多的難題 像是要利用實習結束的時間來整理跟收集資料 收集完以後呢要再將這些資料做整理、簡化 然後呢製作成懶人包 中間都需要花費許多的時間成本 而且像是每邊跟排版上面呢也會需要使用到許多圖庫 或者是素材庫的資源 最近也跟設計師合作來提升整體圖文的一個質感 那這些都是需要成本的 所以這次參加台積電青年竹夢計畫 就是希望可以得到台積電的資助 繼續維持原有的衛生教育貼文的產出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嘗試看看全新的衛教模式 透過社群媒體高互動性的特色 觸及更多人 所以我們這次嘗試在社群上建立高互動性的遊戲 結合現在的時事相關議題 像是醫療暴力、新冠肺炎等等 或是重要的衛生教育議題 如同女性跟年期 讓民眾可以更簡單的去學習與接觸 我們一夜草的白袍手雜知道 這些專業的醫療知識對於大眾而言是非常堅設的 所以我們希望不斷的可以簡化這些難懂的醫療資訊 持續在線上衛生教育的領域發揮影響力 希望秉持著預防剩餘治療的精神 透過衛教大眾來提升國民的健康